我现在要介绍的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枢纽分析 回到订单 我们希望来去做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2020年跟2019年比 这个叫同期 好 2019年跟2018年比 这个叫同期 所以怎么比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回归回来去了解 枢纽分析里面的栏根列 首先 插入枢纽分析表 就是你还是要回来订单这张资料表 然后插入枢纽分析表 好 一样我们还是选择 这个游标所在的表格叫做订单2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设定 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 同期比较 那既然是同期比较 我们当然就是说假设2020年的同期就是2019年了 那也就是1月就是各月份的比较了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放的是月份 月份 就是我们要画的线就是x轴 那这就是y轴放的是棉 棉 也就是2017 2018 2019 2020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我x1月2月3月 然后那个我的y轴是直 y轴是直 所以我就把利润 利润 放到直 你就先想 利润放到直 这件事 就是这里是不是1到12月 1到12月 好 放到列 我想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这个直 我想也没有问题 就是y轴的直 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当然这样画出来之后 画出来这个 这个图 我建议用折线图 确定 好 为什么用折线图 等一下 因为我要 希望这边变成4条线 一年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不是1到12月 好 这个是x轴 没问题 y轴就是指 我这些利润的总和 那现在这个利润呢 这个20349所指的意思是指 这个利润所指的意思是指说 2017年的1月利润 加2018年1月的利润 加2019年利润 加1月的利润 再加2020年1月的利润 可是这样就没办法比 它都在1条线上 所以怎么样变成4条线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把它的 就是说上面上面 分轴就视为是涂粒 也就是说把棉搬进来 我就可以有4条线了 好 这样可以了解 这这样子来去做 就是同期比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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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